12月26日,彭水民政微信公众号发布 关于网传我县残疾人吕某 办理结婚登记有关情况的通报 近日,我县残疾人吕某 办理结婚登记一事引发网上关注 我局会同复联、残联等单位 训绩组建工作专班 对吕某本人、亲属和邻居进行走访调查 据初步了解 吕某、女、彭水宝家镇人 从小因生长发育异常 行动不变 存在语言功能障碍 有一定的自理能力 2023年1月25日 吕某经人介绍 与未婚的张某、男、彭水乔子相认认识 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处 在张某的照料下 吕某的身体和生活状况逐步向好 吕某本人、亲属和邻居认为 张某对待吕某叫好 男女双方及家人均感到满意 2023年12月20日 吕某在其家人和爱心人士的陪同下 从张某到现婚姻登记处 办理结婚登记手续 在办理结婚登记的过程中 针对吕某的特殊情况 工作人员多次询问吕某 是否愿意与张某共同生活 并登记结婚 在吕某明确点头表示同意的情况下 工作人员为其办理结婚证 长期无私帮助 吕某的爱心人士梁某和张某 也全程建成了办证过程 对双方结婚感到欣慰 同时还了解到 吕某和张某按规定 享受了农村抵宝 及残疾人相关政策帮助 生活有恐炸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